孙林中有只小斑马 它嫌身上的花纹太难看 就让裁缝尸做了件花衣裳 小斑马回到家 妈妈见小斑马穿成这样 于是妈妈提一玩猪迷藏 妈妈先来找小斑马 无论小斑马躲在哪里 都能被找到 但是妈妈躲起来后 小斑马却找不到妈妈 妈妈意味深长地对小斑马说 小斑马你知道吗 你身上的花纹是我们的护身符 能让我们逃脱敌人的眼睛 你穿上了花衣裳 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想当动物守护精雷 你呢 什么这完蛋了 ? 优优独播剧场 жиз活态